jimmy います hi 你好 我是酸酸 我是一個單口喜劇演員 而將重你看到我的動作 是我非常習慣做的事情 叫做打開櫃子門 我也是一個公開出櫃女童子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現在再出櫃一次給你看 反正人生就是這樣 不停的不停的出櫃 那我昨天跟我朋友說 我來拍L雜誌 她跟我說 蛤 你拍L L是一個青少女在看著時尚雜誌 你一個39歲的女同志拍什麼L 我說 喔 你不懂 你長輩才是真正時尚的動物 像現在流行什麼 復古風 現在年輕人在玩的東西 長輩早就玩爛了好不好 可是我真的不能明白 是為什麼女人一旦超過30歲 就要被歧視 人家說30而立 這在講男人耶 女人是怎麼樣 女人是18歲以下叫女孩 18歲到30歲叫女人 30歲以上叫母姐會 像我現在做什麼事情 都會被人家說 飄省位啊 飄媽位啊 像我剛才在後台啊 我看到一張椅子 我想要坐 然後我只是動作稍微慢一點 想要去對準這張椅子 然後喬車要出去跟我說 欸 你是不是年紀大了 年紀大個頭了 欸 我只是運動神經不好 找不到那個椅子在哪裡好不好 喬車你真的是不懂 我是漢人 你原住民你不懂啊 而且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想要學習時尚的做法 你就要學習老人家的做法 老人家怎麼做的 他們會先扶妖 會去非常的時尚 再來呢 他們會發出一些感嘆詞 因為老人家對生活有非常多的感嘆 他們會這樣 欸 我要坐下了 把他們想要做的 每件事情全部講出來 然後等到他們站起來 他們會說 欸 我要站起來了 我去泡個茶喔 而且老人家會把他們的想法 全部全部說出來 哎呦 這個茶葉啊 現在啊 怎麼都這麼的 加一堆東西有的美的 不像我們以前茶葉多天然啊 還有啊 我現在喝茶 哇 喝一杯啊 是尿三杯啊 不像我以前啊 我喝茶 喝一杯啊 我尿是這樣噴 喔 我沒有想到聽好不好 老人家真的只會養生跟講骨耶 而我呢 我現在還在注重養生 所以我不能在講骨 我不能像老人家一樣 那我想要怎麼辦呢 我要來做個全新的自己 所以我就要來做斷捨離 反正現在新的一年也快到了嘛 我就打開我的衣� 那個專家說啊 如果今天一件衣服啊 兩年沒有穿的話 就要把它丟掉 然後我就發現說 哎 我高中時候的籃球衣還在 我跟你講 我高中什麼時候 20年前耶 我20年前啊 是籃球校隊 我那時候坐板凳都不用看 我直接這樣坐 哦 對了 我開始講骨了 我好像有點年紀了 我真的年紀大了 我發現我爸媽年紀也大了 所以我們家裡面 也開始亂堆這些東西 我就跟他們講說 哎爸媽 你們就是把東西丟一丟吧 這些東西應該都用不到吧 然後呢 我爸就說說 哎呀 這些東西還用得到啊 我說 誰家會用到一百個紙袋啊 你要做什麼 你是要做裝置藝術嗎 還是你要賄賂一百個立委 哦 我還就說 哎呀 你不要這樣嘛 我說 你這些東西沒用 你就丟了吧 我媽說 哎 幹嘛 我把他留著你耶 我說 原來我才是那個沒用的人嗎 不過 在2021年呢 我要祝福大家 都勇敢的把自己丟掉 然後換一個全新的自己 我是酸酸 謝謝大家